心态有关系 你有时候心态比较冷静一点 对 独秒就让杨林一打得如此丛容冷静 分得清楚 反正脑子轻松 欧军选毕业了 6分离场 拿下11分 6个篮板 沈子杰刚才是要被换下的 但是现在又造了犯规 还要留在场上 对 国盾休息了 国盾今天打得不错 沈子杰今天7次被侵犯 现在不仅是要得分的 还要快得分 还得得3分 拔了 还满 你两分有什么用 两分真的 深圳队为了换人 为了把主力换下去干脆叫了暂停 全撤退了 就暂停又全撤 深圳名单本来比较短没办法 就是今天本来就是用替补在打 后边也没人在用 主力贺希宁 顾全 没打 就是今天贺希宁打了5分钟 顾全打了15分钟 当然顾全是受了一些伤 这是今天得分的情况 圣灵队是替补为主的得分 今天是六个人 七个人上双了 对 今天有六个人上双 六个上双 上一队这边也是团队发挥 也是有六名球员上双 那就是实际的差距 是吧 大家都发挥 你来打不过人家 这个确实是板凳席被拼尿了 理论上呢 上一队拥有着 全联盟最后的板凳 也是拥有着 看上去最豪华的板凳这种 但是呢 深圳内的 这些年轻球员 像容子峰啊 白浩天 名不见经传 但是 他们比这个一众名将发挥的 可能更有活力一些 深圳内如果今天不出意外 赢下这个比赛 活力是关键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这年轻球员 他们充分准备好 你现在画上的更年轻了 现在 你看看 现在是 鱼莲入场 没人了 上理想 赵一鸣 6篮板 理想差一点 头3分吧 没有3分 和尔拿没进 比赛最后一分钟 胜负其实已定 对于连年重金投入的上海南篮来说呢 确实现在 难度非常大 因为常规赛的比赛呢 对于连年来到尾声 命运已经掌握在竞争者的手里了 东盟断球之后两分 这两分没拿到 东盟极了这 这把虾叫很挠头啊 一直在尝试着最佳的智能选择 尝试了一整个赛季 伤病这样的问题呢 的的确确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 但是呢 各自球队都有伤病 各自球队也都有重要的伤病 比如说像 刚才我们提到广煞 像孙明辉的受伤 这个对广煞的影响 也是伤筋重有机 但是 这个成绩慢慢还是可以回来的 浙江 浙江也是如此 是吗 你上次浙江也是大部分时间 是体股球员打上海队 也是出给他 那么今天深圳队呢 从阻力的角度来讲 的确这个 顾全和贺希宁也是受到身体的影响 也没怎么打 但是照样呢 还是迎下了上海队 所以从上海队的角度来讲 即便 真正能够创造奇迹的进入季后赛 可能 目前去打印象 更难了 也不是太容易 99比113 就是比赛最后的一个结果 这场比赛最终还是深圳队 赢得了比赛的最终的胜局 他们比赛当中表现出更多的活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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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